山和徐明当时呢就非常想拉近跟这个王敏书记的关系 然后但是这两个人呢其实都是很不地道的人 那他们后来就是想请王敏书记去赵本山那个铁岭那儿 他那个他那个调势去吃饭 王敏书记一直也没答应 最后呢就是赵本山拉了杨兰 完了杨兰一出场呢就给王敏书记就忽悠过去了 这顿饭就吃成了 这个这个然后在北京吃饭呢也是拉着这个宋祖英 然后就这个什么宋祖英啊白岩松啊这一大帮子 就是也在这个赵本山这个二环那个四合院 豪华四合院 就土里土气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吃了盆饭 桌子上一半重要人物喝的是珍宝台 另一半不太重要的人物喝的都是假茅台 那顿饭真的是大家都很吃惊 赵本山这个人怎么人品这么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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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